When it comes to MIT, what comes to mine? 讲到MIT,Made in Taiwan,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绝对是跟品质保证, 画上等号的,this presents quality assurance. I couldn't agree more. 国防不只是要靠英勇的国军,坚实的武器装备更是不可或缺, 国防自主MIT绝对是国家安全坚实的屏障。 没错,在政府大力推动国机国造,国建国造下, 带动了国防产业链,同时也让民间的力量扮演国防升级的催化剂, it could boost the power of defense industries.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军备局205兵工厂,一起来了解枪支的研发过程, 以及平常我们打把射击所使用的子弹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Here we g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狙击手来说 没有一颗子弹不能解决的事 而使用的是军备局设计生产的T-08狙击枪 子弹也是205冰工厂生产制造的 我是军备局第205场司官长正健在 夺防安全MIT 我很有信心 205场的士官长拿起K-3手枪 10公尺的归零射击就只有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准 那我们再换把枪 把距离拉长10倍 士官长还能够打得准吗 在长度超过200公尺的地下靶场 进行距离100公尺的狙击枪射击 还是很准 但是靶太远又太小 为了帮助大家看清楚士官长的射击准度 我们决定把射击目标 从靶纸换成一颗苹果 对一位狙击手来说 100公尺的距离要打一颗苹果 其实没什么难度 刚才的距离差不多是100公尺 100公尺对于我们狙击手在瞄准 那个苹果的目标 略显太大了 因为我们100公尺的精度 差不多一个MOA 一个MOA的大小 大约是10块钱一米的大小 所以那个苹果算蛮大的 对我们来说是蛮大的目标 蛮好大的 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特勤队的队员 曾健在的枪法始终精准 他受过专业的狙击训 所以目标超过10块钱铜板大小 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目标 为了证明他的射击实力 还有狙击手的稳定性 我们决定再请他回到100公尺外 进行第二次射击 不管是一颗苹果还是两颗苹果 身为专业的狙击手 就是只有一枪命中的选项 他就是真的就一发命中的机会 绝对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对巨蟹球来说 他一发没有命中的话 就很容易步入自己的位置 所以绝对没有第二发射击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一发射击的目标 在地下巴掌的好处就是无风 可是距离不够 我们还是要到野外去测试 但野外又有风偏 湿度 偏气 还有人员心理的因素等等 都要去考虑进行 狙击手要变神射手 连呼吸都要训练 但是打准的关键 当然还包括枪的品质 增建在操作的T108狙击枪 就是军备局205厂 自行研发生产的新产品 这把枪目前的话 标准配备的部分的话 是属于就是狙击镜的部分 那也可以加装夜视镜 那也可以增加风偏仪 或者是通讯系统 基本上就是依据战术的需求 看他们需要什么装备 都可以把它附加在上面 军备局这把狙击枪 是设计给主狙击手使用 枪身的重量和长度 设计的规格和品质 都与国际相同 枪身越重越稳 对 但是要考虑到人体的负荷 和作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需要 对 所以说军总才开出 在九公斤以下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这把枪目前做出来的话 它的动量大概是七公斤左右 所以我们在人体工学上面来讲的话 除了原先有的切筛设计 还有枪梭的设计 那个伸缩的设计以外 那我们这次把枪梭的部分 做了五段快速伸缩的一个操作 205厂的狙击枪设计 不只提供给主狙击手 他们还为狙击小组的观测手 设计这把T-108半自动狙击枪 它有倾向 就是跟步枪的设计方式是一样的 它是28両的弹桨 那你只要上一颗弹 后面的你只要口板机就可以击发 不需要再打一发推一发 打一发推一发 所以我们在枪的开发 也是没有停滞 也一直往前走 确实军备局在枪支研发 设计生产的过程 脚步始终没有停滞 像这把T-75K-3手枪 解决了部队四五手枪太过老旧 太换碰上瓶颈的问题 T-75K-3手枪是为了因应做部队的训练要求 那我们一定要枪枪支的零件 它一定要可以互换 如果零件损坏的时候 它可以随时互换 包含泡盐水 还有雨淋的测试 还有沙淋的测试 这个都会依照我们实况需求 来模拟这个情境 来做一些的对枪的测试 要确定205场的枪 碰到水还能够打 出场之前枪要泡在泥巴水中 再拿出来实测 泡过泥水也要泡过海水 确定盐分不影响射击 这枪才算合格过关 在研发的时候 研发制程的时候都已经有考虑兴趣 那也做过相当的实验以及测试 不管是在环测以及坠落 泥水海水都是有做过测试 它在击发它一定是手中性能击发 它如果落入不同的环境 它一定要能击发 才能符合我们的需求 不过枪支的压力测试 耗水之外还有温度测试 我们把枪放在零下20度的冷冻柜 四小时后再取出来 枪身上头都还截着霜 就要拿来实弹射击 确定冷对枪没有太大影响 也得要确定枪不怕热 把枪放在70度左右的环境 静置四个钟头后 直接装弹射击 不怕冷 不怕热 还要不怕水 这就是军备局205厂 对生产枪支的基本要求 同时送出205厂的枪 每一把都要很耐用 零带100发 因为我们在制程测试 会比较做一些比较严格的标准 你到固队下去会 安全会比较无益 制程的标准它会有故障排除 如果在多少次数 或多少时间之内 能够故障排除 对付是零 完成一把高品质的枪械 从设计到生产 每个环节都要仔细 这不只奠定了部队的战力 更打造出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 排用机枪一次打掉 一整排的弹链 不只要枪的品质稳定 子弹的品质如果不好 这样打也是很危险的 一串弹链100发子弹 扳机扣着十几秒钟就能打完 换过枪管再拿一串弹链来测试 一样轻轻松松 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 几乎没有任何的失误 没有任何的状况 一切就是照着计划走 205厂的工作同仁 很有自信地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们生产的枪支 制造技术成熟 不管哪种口径的子弹 品质一定也符合检验标准 这是本厂最主要的制式产品 也是军种尾制最多的产品 同时我们5.56的普通弹 因为它的品质优 受到国际的青睐 长脑身边一整桌的弹药 都是205厂的产品 子弹是保家卫国的工具 但如果品质不够稳定 而且只要差个一点点 就会变成自伤的武器 要把这一大捆铜片 变成一颗子弹 需要经过的工序 其实有点复杂 这样掉下来 有点像吃饺子老虎鸡 不过这不是铜板制造过程 这个小小的迷你铜杯 叫做铜鱼 是铜片要变成子弹的第一步 铜铜铜的生产呢 从一开始的铜片进行下料 之后呢会进行隐藏 烧口 清洗 平底硬质 收口 车底 及较量 二日烧口等作业 这个鱼出来以后 它不能歪血 它希望能够尽量平整 所以说这个平整 它有一定的处寸跟公差 把整个片子剪断 然后经过冲子隐身 然后再经过磨脂成型 成型再出来这样 然后还必须要经过 出来以后 它因为它有很多油 必须要经过清洗 清洗还有很多稻器 它必须要有清水 还有酸 还有烘干 然后出来就变成干净的 铜鱼是第一步 因为接下来还要再经过加工 把铜鱼拉长 目前这些是铜壳生产线 那经过原调铜片之后 冲鱼 回火 然后到我们这一部机器 它是铜壳铜壳银银腸 那铜壳银银银是整个 铜壳的一个雏型 长度 我们在这个地方 银银腸之后 会把多余的铜料 会做一个切口 做平整 那整个的直度 单边 底部 长度 要求的都很高 那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把尺寸控制好 下一个倒置那就方便生产 最终的成品才会有好的品味 尺寸要控制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铜壳的厚度 长度 不是多了一点点或是少了一点点 也就是差个零点零几公里 在每一次加工之后 就会从小状况变成大问题 我们的材料如果没有控制好 尺寸偏掉了 那在后面生产的话 它误差会越来越大 到最终会对我们铜壳的品质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像隐藏的时候 如果我的壁后不足 那到后面成型一个铜壳的时候 我可能会造成涉及时 因为我无法承受涉及的弹压 造成铜壳的一个破裂 使人员一个受伤 铜壳的厚度不平均 长度不一致 就可能让涉及产生危险 造成枪支卡弹的风险 所以每一段时间 在旁边的工作人员 就要拿起测量工具 从铜壳的长度量到厚度 本所在资金生产的时候 各产线各道质之间 我们会执行每半个小时 定时的一个检验 及不定时的检验 以确保产品的品质 这个蛋最主要是 各位可以看到 蛋头它是比较软的 是91铜 91铜片头产制造的 那我们铜壳是73铜片头产制造的 蛋头跟铜片都准备好 接下来也是生产过程中 最危险的阶段 就是发射药跟蛋体结合 我的后方就是我的装药区 也就是所称的火工作业区 那进去里面的要求的话 必须要要求同仁要穿戴 棉子的工作服 导电安全鞋 最重要的是进去之前 要经过我们这个 电阻测试剂的一个测试 来量测个人身上的 静电电阻系数值 不可以大于100万欧姆 就怕静电会产生火花 所以服装要好好选择 工作人员要穿上导电鞋 一般进出要套上导电脚环 经过火工区门口的检测 确定店组合乎规定 才能进去 火工作业 一般是靠我们这个PC530 全弹合成机来做作业 那它是自动化的机台 它可以大概分成八个道次 第一个部分是 从壳进料之后 第一个道次是做从壳的枕口 枕口完之后会装药 发射药会装填在这个铜壳里面 那会有一个量药冲 来做量药的道次 来确认铜壳里面的发射药药量 有没有正确 完成了火药装填 接下来就要准备包装 自动化的产线 包装也有机器手备处理 但是评管很重要 所以每经过一个关卡 就要称重一次 这是要确定装在盒子里的子弹 没有少掉任何一颗 我们现在就是用机器手臂去包装 然后我们有安排一个人员去 看弹有没有少 或外观有没有什么受损 然后经由两个道次的称重 去检查说有没有少弹 子弹具有杀伤力 所以生产工厂当然要严格谨慎把关 防止子弹外流 子弹装进纸盒要秤一次 纸盒再装进铁制弹药箱 还要再量一回 两道包装程序完成了 过去就是装进木制弹药箱 但是现在有新的 这款防潮弹药箱 如果以木箱的话 它有可能会受潮 那你放久了之后 有可能会受白蚁的侵蚀 那你之后去秤它 就觉得重量好像有变少 那如果那个地方比较潮湿的话 它你去秤它的重量会比较重 那以防潮弹箱来说的话 你放多久它其实重量 都不会误差太大 从铜片变成子弹 完成包装装箱上车 子弹就会从205场 送到各个部队 一颗小小的子弹 是部队训练的工具 是具杀伤力的军品 这也是护卫国家安全 让民众好好生活的铜墙铁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